喂 喂 大家好我是Justa 那我今天會分享一下這個Suite Network 我之前在EVM 跟就是寫SelitaEVM相關的 做了大概快兩年 然後最近 玩玩看別的Layer 1 所以因為其實 別的Layer 1 也有它就是 就是有些很創新的concept 可以 maybe可以 納到這個EVM上面 然後我最近在Suite上面也做了一個 主網上線的一個項目 但是我不能說什麼因為是匿名 好 那這個就是 Suite的特色就是主要我覺得Suite 歸納成兩個特色就是一個是DAC 就是DAC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在IOTA 那個就是 可能很多台灣很多鏈 很多人也知道這條鏈 那它就是用DAC的 形式的那個Structure 然後Move 它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的Move語言 是它不是寫Solidity 它是寫Move 那Move這個語言我覺得 設計的也滿不錯的 就是作為一個智能合約語言 它安全性跟它的效能等等 我覺得還滿不錯 好 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Suite的Background 就是它是Facebook本來有個叫DM的團隊 他們開發一條鏈叫Libra 那他們在研發的圖中覺得 Solidity就是覺得不是很好用 所以就覺得要做一個新的語言叫Move 那後面就衍生出三條 在用Move開發的 的區塊鏈 然後第一條是StarCoin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另外兩條比較有名 一個是Apte 一個是Suite 然後這兩條上主網 那Move它基本上它的 它的Feature就是 就是第一個當然跟Solidity就是一樣 它是專門for這個 就是智能合約寫區塊鏈專用的 就是像有些鏈它可能是用 比較general purpose的語言 像是Selina用Rust 那它是走比較Solidity這條路 就是做一個專門的這個語言 那它能夠做custom transaction 就是比如說在Solidity 你要排列你的transaction 就是你先call這個合約再call這個合約 你要寫一個新的合約 把這些transaction先包起來 然後呼叫這個function 比如說你常看到multi-code 這樣的function在explorer上面 那在Suite這部分 它可以組合你的transaction 不用寫一個合約 你只要寫programmable transaction 然後就可以達到 然後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它 它是一個 你在寫變數的時候 裡面會有一個resource type 就是它是很特別的一個 在你的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這個呼叫這個 宣告這個變數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種資產 所以你在這個 你在program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東西不能copy 然後不能被drop 不能就是不能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行為 對就是在Solidity的話 資產基本上就是數字 就是資產是比如說ERC20 就是你的地址 map到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帳本 所以它是一個mapping 然後NFT就是那個tokenID map到某一個owner 對 所以這個等一下還會持續講到 因為大家知道721就是你的tokenID map到一個owner 那在suit上面 幾乎每個資產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儲存 所以你可以說suit上的任何東西都是一個NFT 只是不會把它叫NFT 叫做object 好 就是它這個object-centric的特色 對 然後 所以然後它很強烈的type 這個跟Solidity一樣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這樣 就是如果你學過Rust 那move就會很熟悉 因為move基本上就inspired by Rust 所以 它的一些語法看起來很像 好 所以下面這個就是 一個 宣告一個object-type 這個方式 就是struct 然後這個名稱 然後後面有個generic generic 大家 就是寫過C++ 寫過Rust 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t裡面塞任何東西 對 那 在這個 在這個例子裡面 balance其實就是在suit上面的 有點像fungible token的格式 那 所以後面那個generic type 基本上可以夾任何的 嗯 coin type 就是比如說 呃 就是usdc usdt 就會夾在那個地方 好 那後面has是什麼 這個就是你可以賦予這個變數 某些ability 你如果 如果沒有特別宣告它有 就是copy啊 或是drop 它就是不可複製 也不可以被 隨意丟棄 那store就是 它可以被儲存 那你可以宣告 有些type是不能被儲存的 這也是 這也是特徵 那之後 後面再講有點 因為只有30分鐘 哈哈 原講太多 OK 好 好所以在 呃 所以在move這個 這個語言特性之下 呃 你的資產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穿梭在 就是 彼此就是智能合約 就是在 眾多智能 即使那個智能合約不是你寫的 它就可以 可以輸入在 就是 pass 就是把這個資產 直接傳到它的方學裡面 那 slit在這點就是做的 呃 它的 他的 slit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slit的做法是 它的資產都是鎖在那個智能合約裡面 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要轉 usdt 給別人 那 你基本上是呼叫usdt的合約 然後跟他說 把 A的資產 把我 把我的那個coin 減掉多少 把我的那個balance 減掉多少 然後把另外那個人加上多少 那所以 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要 你常要approve 因為 你在花這些資產 或花這些 用這些nlt的時候 你需要 先 因為 那個資產是鎖在合約裡面的 所以 你必須先 跟那個合約說 你要 我要授權另外一個合約 使用這個資產 對 然後 所以 在slit你在花費 你在消費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花usdt的時候 你會比較像是 呃 信用卡 就是你信用卡 然後在線上 然後 approve 某一個網站 去刷你的信用卡 然後付款 那 在這種情況下 假設你 那個惡意 那個是惡意的網站 那你的卡就被盜刷 所以這種事 常常發生在slit上面 就是 你approve 一個maximum U256 Uant256 然後 之後這個合約可能升級了 或是說 之後發現漏洞 然後它就把你的資產 全部盜走 之類的 那 呃 在suit上面的話 它比較像是 它的 它的 消費方式比較像投幣機 就是 你把一個十塊錢 丟到 這個投幣機裡面 然後它吐出某個東西給你 比如說你買NFT 就是 有點像轉蛋 就是丟進去 然後丟出一個東西 那 當這個機器 它是 惡意的行為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是被吃錢 就是你損失的就是那 十塊 或者二十塊 就是 它的資產是隔離 那 所以 那 而且它有另外一個特定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 呃 你這個Coin 就是你這個 這個在suit上的 Fungible Token 那 它可以丟到另外一個人寫的 合約裡面 然後做 比如說Splitter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 官方的 官方的這個Coin 就是0x2這個Coin 的模組 只定義了 怎麼分裂 就是把一個Coin 一分為二 然後跟把兩個Coin 合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自己 客製化你要的 的Module 就是把 把一分為二 變成一分為N 就是用一個Fall Loop 之類的 做成一分為N 對 好 然後 那Move 還有就是 就是 就是Suit 因為Move 剛剛說的Move有三條鏈 但是 Suit在 自己的理解上 就是 加上它自己的那個 Data Structure 這個 Object Oriented 的 Structure之下 它又 它又更新了 就是說 或是說 改進了它Move的語言 所以在 傳統的Move 因為當傳統的Libra 只是為了處理這個轉帳 所以基本上它的 所有的資產都是存在那個地址之下 那 Suit的話 它的完全是反過來的 它是把 owner 就是把你的地址 這個 這個object的owner存在 存在 存在object裡面 存在object的metadata裡面 對 所以 所以假設 然後而且它有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制 就是只有這個owner 能夠對這個object進行操作 對這就是 Suit的一個特徵 所以 它的 就是 資料的自主性 就是data的自主性 是 Building這個 這個network 對 好 所以然後 然後它的架構也跟其他blockchain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 它比較偏向deck 所以這個剛剛說的 左邊這個就是你的 這個 Alice轉給Bob 剛剛的例子就是usdc 它 減1加1這樣 就是在帳本裡面 那在Suit的deck裡面 是 是 直接就是假設你有 你要轉一塊 給 Alice要轉一顆給Bob 那其實是Alice把它的某一個coin 的owner改成Bob 對 所以這個是 比較 特別的部分 那你說這樣 那萬一我沒有 我要轉給它兩塊 但是我們有兩顆 就是我們有一個 兩塊錢的coin 那怎麼辦 其實就是你要先split 然後再轉給它 對 那操作上可能比較麻煩 但是反正 工程師會幫你完成剩下的部分 好 所以 那Suit的transaction 跟一般的blockchain也不一樣 一般的blockchain就是 它會有一個global state 所以任何transaction 包成 包成一個 就是block的時候 就是 所有transaction 然後經過排序 執行 完成之後 finalize之後 就會跳到新一個 新一個 從N變成N加1 的一個state 好 所以它有global state 跟world state 那Suit的話 它 它也有global state 但是它的global state 是每一個object 都有一條 等於是每條object 都是一條blockchain 所以 每個object 都有一個version 所以你在進行transaction的時候 你只會更動到 你這筆transaction 有用到的object 對 只會更新這幾個部分 對 只會更新這幾個部分 所以在 在slide的話 你可以 你的nouse 就是大家 常常聽到 你如果開發過自信合員 知道nouse 的話 就是這個地址 它的transaction就是 0123 從1還0 忘記了 反正就是從0123456 nouse一直增加 那在 就是 為了確保說 你的signature 不會被拿去重複利用 對 那這是nouse的功能 那在suit的話 它每一個object 都有一個version 所以你今天其實可以對 你可以平行發送 不同的transaction 那這些transaction involve 不同的object 那這樣的話 你這兩個 這兩個transaction 基本上就是可以同時發出去 然後 都可以被驗證 好 然後 這就是suit object的一些metadata 那比較常見 就是它的uniqueID 就是 suit的object有一個 呃 就是 獨一 獨一無二的那個ID 然後 跟它的owner 下面那個 中間這個可能 oh version 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你為了確保說 這個object不會被 double span 就是 不會被involve在兩個transaction裡面 所以假設這兩個transaction的version 是一樣的 那就會 就是某一筆就會 就是invalid 好 然後 那owner這個field owner這個field也 比較重要 就是 在概念上 owner這個field是 決定說 這個object的owner是誰 那有幾種 那 透過owner可以 可以知道這個object的 把它分類成幾種類別 第一種是immutable object 就是 就是 它是一個 呃 不能被 不能被改動 通常就是package 就是這個是智能合約 就會存在這個immutable object裡面 然後有些 你確定不會再改動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config 那你可以存在這個object裡面 好 所以 它就是不能被 不能被改動 然後另外是own object own object就是 這個object的owner是某一個 有點像EOA 就是 呃 的 所擁有 然後 有可能這個 它的owner是另外一個object 因為object的ID 剛剛看到 object的ID是一個32 byte 然後 它的address也是32 byte 所以 呃 你的object的ID 跟address 其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同一個 在底層是同一個格式 所以 呃 這個object可以own by someone 也可以own by另外一個object 所以 它的 概念有點像 現在 呃 可能最近才提出一個6551的EIP 對 那 這個 再來是share object share object就是大家可以assess 所以 這個就是 大家都可以把它做操作 好 那所以 假設這個transaction 只有用到 前面兩個 就是immutable object跟own object 他們用到share object的話 基本上 它就是 它可以叫做simple transaction 那simple transaction就是 它不需要經過共識層 因為 大家知道共識層其實是 呃 為了validator之間要確保 就是要maintain一個main pool 那這個main pool是為了排序transaction 所以排序transaction這件事情 是為了決定說 呃 誰先做誰後做 那大家才有個共識 那假設 你只用到immutable跟own object 代表說這個 因為 own object的意思就是 這個東西只有你可以使用 所以你不可能跟其他transaction有撞到的可能 所以 這筆交易 就 然後immutable又是不能改動的 所以它是 它是恆定的 所以你involve這兩個object的話 你的transaction就 不需要經過consensus 就是不需要經過排序 你只要 發給每一個validator 然後 確保它是超過一半的validator 驗證你的 驗證你的transaction 那你這個transaction就是valid 所以 呃 這是一個它的特色 就是 它不需要 所有的transaction都經過maint pool 好 然後 這是傳統的DM的 呃 DM move的transfer方式 就是我account下面有一個 usdc 然後我轉給另外一個人 那它的usdc那個account 就會-2-2 加2 對 那這在suit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就是 呃 suit的剛剛說的特徵 就是它的data 因為這裡本來要問大家 但是實際上不太夠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在suit上不能完成 因為 suit的data 只有owner能夠去改 所以在這一步 呃 在這一步 你其實在更動了另外一個地址的資料 所以 你在更動別的地址的資料 這件事實在suit上是不 不能 不被允許的 對 所以 它的做法其實是 它把 就是某一個coin 直接轉給了 0x123 轉給0x456 就這樣 好啦 好啦 所以假設 呃 這種情況下所以 其實你會收到同一種coin 好幾個 那這個可能有點像就是 很復古的 就是 呃 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是BTC它是 UTXO 的一個架構 所以 你也是有很多的unspent output 所以別人轉給你很多錢 呃 就是從 四面八方轉給你的錢 其實它不會變成 account一個數字 它不會融在那個數字裡面 而是你會收到好幾個coin 的感覺 對 所以 那這個有好處就是 你也不會有data raise 這就是為什麼不需要排序 因為 你 呃 Alice轉給你跟Cindy轉給你 你會收到一個6跟一個10 並不會 有先加6 8加6 還是8加10 就是先加哪一個的問題 就是 就是 當然傢伙有交換性 但是 就是它不需要進行transaction的排序 好 然後假設你是 你有一個coin12 那你要 要轉給BOB 那你可能 要先split 然後再transfer 對 那BOB收到它也可以把它 merge到它自己的coin裡面 就是 把它原本的這個coin 這個0x12的coin把它砍掉 對 然後 題外話就是 你在砍掉object的時候 因為 你release了這個blockchain的memory 所以你會拿到storage rebate 就是 你 呃 所以 等於是 你只花了 computation的fee 然後你基本上 你的object 只要 你有delete的行為 它都會給你rebate 所以有時候你的transaction 會看到 Sweet Explorer上面的全身 你看到負的 就是 正常就是 你 你甚至 不會從這筆全身權裡面 花費到任何東西 好 然後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 過程 就是Alice跟BOB 兩個交互的 過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object其實就是自己一條 blockchain的感覺 然後 它在 就 Alice先split 然後再transfer 然後 然後 BOB他可能自己做一些事情 然後把它merge起來 所以這個0x12這個object 在生命週期其實就兩個 它就是transfer 然後就被merge 沒了 它因為split而單身 然後transfer完 然後merge 就沒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deck跟object-centric的這個概念 這個sweet的其中一個特徵 那另外一個特徵就是 這個 mov語言 那mov語言就是因為 沒有做投影片 所以 直接 我們看一下範例 看一下範例 好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有辦法 我先關掉 有辦法 看我的 可以拉過去 拉過去 拉過去 可是這是windows 還是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OK 這是我的音 對對對 好 好 那 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mov的一個大概的格式 那 基本上第一個 你要宣告一個智能合約 就是 它不叫智能合約 它叫module 就是 sweet的話它的合約是 它的邏輯跟 它的database是 在同一個合約裡面 所以 有點像它把後端跟database包在一起 包在一個合約裡面 好 所以的話 它的資料都是存在object裡面 然後它的module就是stateless 就是 它不會 就是 它不會儲存什麼東西 就是它把logic跟storage分開 好 那這是一個 範例就是 besting 就是在 Ethereum也常常有做的事 就是你要 一個cliff 然後 慢慢release你的token 就假設你有 你這個項目有發幣的話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前面就是module 然後這個是某個地址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module的名字 然後 接下來就是 納入一些dependency 就是 這些 目前看到的是官方的 就是 sweet開頭 點點的 就是官方的一個合約 好 官方的合約就是 會有這些東西 那balance 就是剛剛說的 它是一個erc fungible token 然後coin是 也是fungible token 只是 它是比 balance 在更上面 這個等一下會講到 然後clock 因為剛剛 因為我們要做vesting 所以我們需要 在這個sweet上面 有一個唯一的object 就是叫clock 就這個clock 這個type只有一個object 然後它就是管理這個時間 對 然後transfer 是你把object 你要轉換object的ownership 的時候 會用到這個transfer 然後 然後全彩選 這就是一些比較obvious的 不是 比較trivial的東西 好 然後下面這些就是error code 就是 假設你的東西 你的modulereferred 那 你要噴出那個error code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這個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定義自己的error code 對 那我就簡單定義 0.2.3.4.5 這樣 所以它 它不能有 string的error message 它只有一個error code 好 所以你定義好這個 然後module的第二部分 就是這個 最重要的 其實應該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這個object 長什麼樣子 跟你的function 就是你對這個object做什麼操作 好 那因為move這個特性 它有一個強隔離性 就是說 你定義在這個module的object 就是這個struct 這個type 只有在這個object裡面 這個module裡面 這個module裡面 才能被 就是 destructure 就是 我忘記怎麼講 解構 就是你才能把 這些field id vault 取出來 在其他module是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說的 你可以把object 丟到別的合約裡面 而不失它的 行為 就是integrity 就是你 你並不會 你的coin即使丟到另外一個object 它不能把裡面的東西 拿出來 它只能 對它做 比如merge split 這些可以對它做操作的 的事情 對 好 所以這個vassing the lock vassing lock就是 你可以想像一個保險箱 就是它從 它可能過一段時間 鎖個三個月 然後就會開始線性釋放 就是 那這個lock會直接給到你的coin裡面 但這個object是你的 所以你就是從裡面一直取錢 這樣 對不對 好 然後 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 所以這裡面可以裝 任何的type 所以你寫好這個object之後 寫好這個module之後 它可以適用於 就是你今天任何的coin 你都可以把它塞到這個lock vassing lock裡面 然後轉交給另外一個人 那它就會開始做vassing 那它也只能定期的 按照規則 把裡面的錢取出來 就是按照線性啊 之類的 的規則 它不能自己就把那個object解開 因為 我的module就定義它的 就是這個object的行為 對 然後 就是大概一些 參數就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領 然後duration 就是線性釋放的期間 是多長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在你沒取出來之後 就會記錄這個release amount 不然你就可以一直取 好 然後接下來是function 方選長的樣子就是 這個public 然後 fn fun 然後 所以 這個假設沒有public的話 它就是一個private function 大家不能用 只有在內部使用 那假設它是public function 它就是可以被 呃 就是被 其他module使用 好 所以你今天 呃 你創建一個 通常啦 一個module都會 前面的function 基本上就是創建 就是你要能create 這object才能對它做操作 如果 深層object這件事情都 沒寫的話 就 就沒有用 好所以你就把一個 你的一個 balance 就是 它的input其實就是一個 某個 某個 呃 你的一個coin 你的資產 你把這個資產呢 放到這個 這個lock裡面 的感覺 所以 它首先會 輸入一個 你的 這包錢 然後 再記錄 當下的時間 這個 這個其實是為了 驗證說 你輸入的時間 是不是當下的時間 之後 不能之前 然後 start time 然後duration 好 時間到嗎 不是 好 好所以 我這裡 這裡其實只是 給大家看一下 move它的大概的那個 我覺得這個 沒有寫好 好 呃 好 基本上輸入一些東西 基本上 它的方向性能就長的 輸入 輸入你的 一些config 跟你的資產 就是你要 釋放的時間 跟那個 開始的時間 然後 它就會吐出一個 這個vaccine lock 所以 它的方向性能求其實 蠻單純的 就是 你輸入一個東西 然後 回傳一個什麼東西 就這樣 好 所以 然後另外一個create 這個方向就是 會多一個entry entry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這個方向是可以直接 透過transaction呼叫的 方向這個 像這個你就必須把它 就是別的module可以呼叫 但是它不能直接 送transaction 因為它吐出了這個 它的輸出 就是一個vaccine lock 那這個vaccine lock 你要把它想辦法存在 這個global state裡面 所以你還要 create其實就是 把這個vaccine lock 吐出來的這個vaccine lock 然後再把它transfer到 某個人的 某個人的地址之下 就是把它做為owner 對 所以 剩下 這些範例會 看 在哪裡會公佈 那 我開放大家問問題 因為剩的時間不多 那 這個move 有興趣的在 可以看我的那個影片 我有些youtube的影片 就這樣 3跟aptus有哪些主要差別 3的aptus的主要差別就是 第一個共識層 就不太一樣 aptus基本上還是 要排序它的transaction 那3它有些 transaction需要排序 有些不用 需要排序的就是 它用到share object 就是大家能assess 那個object的 使用權的時候 就需要排好說 誰先使用 那但是假設你 只有用到on object的話 就不需要 因為 這件事情就是 我轉錢給Bob 跟Alice轉錢給Cindy 這個是兩個是independent 就是 不會互相影響的transaction 所以 他們suppose 不會應該 不能互相影響 所以在 一次性點上 廠商有一個很夯的NFT 在開賣 然後你要轉錢給某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被塞住 你就要花很高的gas gas fee 所以 就是 這點會不太一樣 那aptus它 它的move語言也不一樣 那我剛剛有提到 DMove跟3move的區別 就是DMove它 它還是以account-based為主 那sweet是以object-centric 就是object為主的一個 的structure 所以它的 它有些move的 build-in的function 是不會被 在sweet上面不會被呼叫 OK 這個詳細的差別 可以 可以對 之後有興趣也可以聊聊 好 然後第二個是 就可以理譯成 UTSO 對沒錯沒錯 就是 sweet它就是 算是他們很多人都是 因為我跟sweet foundation也有聊過 然後跟他們的missenlab missenlab就是開發sweet network 這個他們的lab 然後他們 其實滿多人都是 BTC的這個 中時用戶 不是中時用戶 就是MAXIE 對 那只是說BTC在 寫資能合約這塊 呃 沒有辦法做很好的拓展 所以他們就是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東西 對 那他們 就是 聽下來他們滿不喜歡EVM 就覺得EVM是 有點像 呃 金融特化鏈 就是在上面DeFi會很容易 但是 DeFi會很好做 但是 NFT啊 Game啊 會很難去實行 所以他們 創建了這個sweet network去 處理NFT啊 Gaming 就是 當你的資產 因為資產可以組裝 然後可以傳到 可以就是有點像 你可以在別人的遊戲裡面 加上自己的 道具 之類的 可以 maybe可以 之後可以做到這樣事情 好 然後coin selection 會不會隨著時間越來越負擾 喔沒錯 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storage rebate 因為它鼓勵你把 呃 coin 假設你收到很多coin 你要把它merge 成 成一個 喔 你說coin selection 就是你要用哪一個coin 然後這件事其實 呃 他們的sdk啊 或什麼的 就是frontend 會幫你處理到這個事情 所以 呃 你的coin其實會越來越少 因為你在花費的時候 其實你會 有點像是 你把所有的coin merge完 再split出你要的 就你每次都這樣做的話 呃 對 就不會有 就coin select的問題 然後 Generic Fenton是什麼意思 就是 Fenton的意思就是 就是 在這個struct裡面 這個是 Move語法的問題 就是你在這個struct裡面 不會用到它 它只是一種signature 就是 它只是標誌說 這個struct跟另外一個struct 是不一樣的struct 那 像剛剛的balance 就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它有個 struct裡面包一個value 那value 基本上沒有用到t 好像時間有超過 對 它基本上就不會用到 它就是個name tag 對 下面還有一個嗎 這個 是用同一個虛擬機 嗎 呃 對 基本上都是 就是move的 但是 但是 因為move它也可以自己改 一些東西 所以 他們用同一個虛擬 就算是也不算是 因為 呃 水的 水的 它有自己的compiler 就是 它有自己的move vm 然後跟 跟aptistmove vm 是不一樣的 但是雖然都是move 對 但是很多地方 一樣 但是語法上基本上一樣 但是很多 細節不一樣 對 好 謝謝 那現場的提問的話 就是留到 就是 結束 就